为了避免牛结结诊病毒 透过蚊子、刺蝇等结枝动物来传播 花莲市工作清洁队17号一大早 就前往了花莲港附近的两坛自行车道 特别针对杂草树虫进行环境喷药作业 台湾本到手立牛结结诊 从新北市领口去肉牛厂传出后 花莲省政府也成立紧急防疫应变中心 为了避免病毒透过蚊子、刺蝇等 截止动物传播 花莲市公所则奉中央及县府指示 在17号一早就前往港口去周边的自行车步道 执行杀虫剂喷洒作业 我们今天首先是到了我们花莲港附近周遭 来做相关消毒 大家一定很好奇 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来做相关的消毒工作 那因为牛结结诊 它会透过蚊蚁来做相关的传播 那有些港务之间的一个业务往来 有可能会把这些蚊蚁带到我们的港口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先杜绝掉相关的一个传播途径 那也持续的来往其他有关于养牛 养牛周遭附近的一些来做一个喷洒 那我们希望说花莲地区好山好水 都能够免于这些牛结结诊的一个影响 牛结结诊会造成牛汁的一个像牛乳的一个分泌不全 然后牛的四肢肿胀肿胀肿胀 对牛的健康来讲会影响非常非常大 甚至造成牛脂不孕 那对于他死亡的部分 死亡率是虽然是偏低 但是这些经济面的影响却是造成很大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也希望说这样子一个状况能够赶快来遏止 那我们希望未来我们在这边能够把防疫的工作都能够做好 清洁队这次所使用的杀虫药剂 属于初冲菊金的义种 药剂以1比200的稀释倍数 透过热烟雾机的器材可以达到初冲防治的效能 而队员们则是在队长吴庆长的带领下 由两坛自行车道景观桥往南出发 实施喷药的范围全长达2.3公里 希望以实际作为来杜绝病毒传播的途径 记者徐黎晴欢迎视报导